受新冠肺炎影響多國封關 導致航空業大受打擊 當中澳洲航空公司將在5月底前 削減九成國際及六成國內航班 相當於150架飛機 澳航行政董裁喬醫師警告 未來較重大困難將會影響整個集團 又說幾乎沒有跡象顯示 需求會在短期內恢復 應用事件史無前例 對全世界的航空公司都影響深遠 根據彭博報導 有航空顧問機構警告 大量飛機已停飛 正在飛行的客座率亦少於一半 航空公司正在耗盡驗金儲備 疫情若果持續 大部分航空公司或在5月底將會倒閉 機構認為 許多航空公司已被迫 陷入技術性破產 或已嚴重違反債務契約 美國、中國及中東大多數大型航空公司 因為有政府資潛 所以可能得以度過危機 因此政府及業界需要即時行動 並且採取協調一致的措先 避免倒閉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英國及歐盟原定在下星期 進行的下一輪貿易協議談判宣布取消 英國金融時報說 即使英國首相的航順大派定心院 強調過度期將會按原定計劃 在今年12月31日結束 財相新偉城亦表示 對追賞談判進度感到樂觀 但負責談判的英國及歐盟官員都相信 現期是在所難免 英國政府說正與歐盟探討 透過視像會議等形式 進行貿易協議談判 根據脫歐協議 約項信最前要在6月 決定是否向歐盟要求延長過期一年 事實上 如果英國與歐盟未能達成協議 英國需要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則 與歐盟進行貿易 更高價關稅稅率 令英國製造價產品變得更昂貴 以世貿組織進行貿易 亦意味對貨物進行全面邊境檢查 英國的服務業亦將會失去 進入歐盟單一次長假保證 美國總統特朗普因應疫情 呼籲民眾在未來兩個星期停止社交活動 例如10個人以上聚會 但英國《衛報》報道 多過美國國家公園擠滿遊客 增加播毒風險 有不願具名的員工透露 主管曾要求內政部在疫情下暫時封圓 但遭到拒絕 儘管國家公園內有不少開揚的空間 可以讓遊客保持足夠的社交距離 但洗手間、餐廳、穿梭巴士和遊客中心等等 仍然是人流集中的高危地點 令情況更嚴重的是 高層管理人員可以居家工作 但要維持上述設施的正常運作 基層員工必須冒險上班 又負責清潔洗手間的工人在網上浩縣 現在自己的問題不是會否受到感染 而是何時受到感染 而在猶他州等偏遠地區 官員擔心大量遊客湧入當地國家公園 一旦輸入新冠肺炎個案 對原本就稀缺的醫療資源 造成難以承受的負擔